hello各位小伙伴 大家现在要卖身上的鸽子 欢迎大家来到频道 好久没有给大家进行更新了 因为进行项目比较多 所以说更新的速度会慢一些 但我还是持续会更新的 那今天桌面上放的就是我们的主角 最近DIY的一个叫赛波机甲充电装 它可以进行调整我们的宽窄 可以竖着放 也可以横着放 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iOS17 横置充电状态下的 它是可以显示我们这个床头的这个时钟的 这个机甲的右手的拿的是我们的一个极客的数据线 我手里了就是我DIY的这个100瓦的充电宝 特斯拉的电池皮 其实是松下的电池 那这边的是黑五式的 这个感觉 目前我看到闪及有一款 100瓦的充电宝 应该售价在1000多块钱 那整套我DIY下载的成本了 大概是300多块钱 DIY这个充电宝的最主要目的是给笔记本充电 可以看到83%正在充电 充电功率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40多瓦 电池温度是29.1度 充电效率89.5%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通过手机的小程序 也可以随时查看充电宝的状态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是3D打印的这个手机支架 原文件分享出去 还有就是 把DIY这个100瓦充电宝的这个DIY过程 我们也分享一下 所有的这些配件配料表了 放到我的个人网站 那我们开干 好了 这是我们导演的机甲风格的手机支架 先区分一下颜色 黑色就是他穿的盔甲 红色就是他的骨架 OK 上伤完了 拿下部腿部 OK OK 我们把手机放完 3D打印的机甲了 没什么技术难度 只是要大家按照这个原文件 打印出来之后 组装起来就行了 可能稍微要用点 力气有的部件 重点说一下 如何DIY这个充电宝 首先我们把原来的电池外皮去掉 换上我们新买的 黑武士的这个外皮 然后把绝缘垫片放好 用热风枪或者吹风机 让四周进行收紧 整个电池我们采用的是 两并四串的连接方式 这个很简单 只要初中物理的技术制度 就可以做到 我们把电池做好绝缘 再把电池对折 这就算完成了 完成之后 我们测一下它的板前电压 16.82V 这三个孔 我们看一下 S12423这三个孔 S1的话它是在 1212233434之间最后这节 按照我们的排序可以看到 接到这个位置 红色性接到这个位置 cable s2 Agoraár bumped didnt Feет 前面 s3 接到第一个 第一第二 接到这个位置 okay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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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把正负极连接好 把它连接到电池的正负极 确认一下没有松动 再把电池温度探针贴到我们的电池内壁上 我们把主板固定一下 外壳然后组装好进行安装 最后我们把屏幕安装一下 安装完毕后需要充电激活 给大家展示一下成品 符合你们的预期吗 好了希望今天视频可以帮助到你DIY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充电宝 当然这个电池皮的你可以贯成你任何想要的图案啊 那个机甲风呢你可以进行你的颜色搭配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黑红啊比较炫酷 重点还是要强调一点 我们在DIY过程中千万不要着急 一定要把这个绝缘做好 正负极的这个绝缘 评论最后呢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评论 你的关注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我们下期节目见